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制作史 第16至18集 跟夏至聊完 程潇觉得轻松多了 原本一个人的秘密 多个人一起分享分析 思路也能清晰些 不过他现在还不打算让更多人知道 对了 这件事你别告诉别人了 放心夏至从半躺着的沙发上坐起来 拍胸脱保证 又想起什么 弱弱的请示 宋小妮也不行吗 这些细节我当然不说的呀 就是你这个暧昧对象啊 让那顾部长的狗腿子可担心呢 生怕谁给他难听歌翘了墙角 听到这话 程潇嗅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粉红泡泡的味道 你现在跟宋宋这么好吗 这都念着他 谁 谁念着他了 就是室友 友好交流 形成肖堪堪从抱枕上抬起的头 又躺了回去 宋宋不是外人 而且他的嘴比你言多了 滚 另一边 同一天的顾南亭 上午送妈妈到他约人喝早茶的地方 中午再把妈妈送回家 期间签派通知 当天有机长因前面航班延误 而直飞超时 问他能不能顶上晚上的航班 顾南亭回复可以 送完秦玉华就开车回了公司 先处理点工作 反正他在公司也放了行李箱 可以直接出发 他是穿着便服回公司的 期间跟不少人打了招呼 前一天晚上 程潇生着气 故意又刻意地给他留下了吻痕 他倒不尴尬 只怕以后公开了 恼羞成怒的是他 裤兜里多了一个硬硬的圆圆的东西 是一个大耳狗的挂式 链子上还有蓝色绒毛球 顾南亭想起 他在承销的散柄上 见过类似装饰 这个他也很故意 杀敌八百 自损一千的故意 不知道说他是可爱 还是诚心 把钥匙放在电脑屏幕下方 摆正那只大耳狗 不多时 你站敲门进来 你果然回来上班了 你都不看看论坛 把你说成什么样了 你站穿着激物的衣服 满头汗 从前场直接过来 进来就毫不客气地 自己先灌了两杯水 再抽了几张纸 擦干额头上的汗 员工总会说些八卦 你找我什么事 你以为谁愿意找你似的 这个 B2636的数据 正好来本部就带过来 给你尼站坐到他面前 递出手中的文件 是最后一架获改客的测试报告 测试没什么问题了吗 吧 顾南亭边翻动文件边问 没有 下周就可以上岗了 说完正式 你这样问你们 打算什么时候公开 顾南亭这些年来 都没什么绯闻 之前的李宇恒算一个 公开在澄清大会上 说明情况的程销算一个 但这两个最终也没有跟他在一起 如今顾南亭身上 出现种种暧昧痕迹 他不解释不否认 非国外航线的时候 还带回来一堆护肤品 有时候跟机组吃着饭 又自己一个人到一边打电话 这状态人妇敢拉满 应该是有女朋友了 没有人物画像的神秘女友 最能勾起人的好奇心 公司有秘密论坛 也有八卦小群 更新了他最新的八卦 倪战做群众工作 比顾南亭贴地得多 他有穿了马甲的小号 潜伏在八卦群里 这些他都能看到 曾经的那天晚上 顾南亭说过没有别人 他知道 好友不会拿这种事骗他 所以尽管会失落 但也知道就是成销 听到倪战的问题 顾南亭翻这文件页的手一愣 巧妙答到他 他暂时没有这个打算站在倪战的角度 他最多以为他们是不公开 是绝对猜不到 成销是没答应的 可以啊顾南亭 你这也肯 我尊重他 不肯也得肯 根本不到他来说 你看看你 没出息 倪战敲了敲他电脑屏幕下方得意把你 这摆着给谁看呢 要不要我把这也发上论坛 去你的 虽然他还没有被承认 但是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不是吗 接下来 顾南亭邀约成销变得没有这么容易约到了 他总是跟夏至在一起 也不是不合理 就是这个概率突然变得很高 又一次约好了 却被他放了鸽子 成销坦言道 夏夏知道我们两个的事了 你也知道 成青慧的是他差点跑去揍你 我安抚安抚 你最近别找我了 他跟夏至没什么交集 不方便也很难直接改变他的看法 但这位成销最好的朋友 他也有义务帮忙让他心情变好 次日 南亭哥 这是什么 汇报完工作后 顾南亭留下送送 给了他两张集美音乐节的票 朋友送的 我没时间去 你找朋友去吧 一模一样的话 送送听过一遍 首先脑子里套用上一次的公事 但最近没觉得 萧姐心情不好啊 夏至一天天跟她吃喝玩乐 心情好着呢 接过票来仔细看 这些明星这些歌手 也不像萧姐喜欢的呀 法好像是 果然 下一句 顾南亭就提示道 可以问问你室友有没有感兴趣 送送懂了 夏至跟她分享过 成销峰回路转的情感经历 现在南亭哥是萧姐不被承认的秘密情之人 夏至最近天天霸着萧姐 他这事 送送一下没憋住笑了出声 马上又忍了回去 夏夏可喜欢了 放心吧 南亭哥 我一定将她带去 谢谢啊 送送偷笑着转过身准备走 又听到顾南亭问 那个 你室友还喜欢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朋友可能还有你们感兴趣的票 也多亏夏至这么一搅晃 明明在一个城市 却很难约得上的日子 反而添了几分谈恋爱的感觉 之前见面目的性太强 要设计说服对方说服自己的理由太多 像这样慢悠悠的 见不着 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见面 或许在公司走廊里遇到 或者在机场电梯里一个出发一个到达 或者在休息室里没完没了的等延误 或许是一个写着他名字的外卖 或许是一起看着停机屏上昏黄的灯光 而后各自飞向不一样的目的地 他之前走得很快 只当自己是个过客 现在慢下来 感受过程 承宵觉得很奇怪 好像某一天开始 夏至就没有缠着他了 他主动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吧 他有时候会说宋宋请他有活动 宋宋跟之前的女朋友分手也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两个挺般配的 承宵乐见其成 今天宋宋飞了 夏至又得了控约他 爱爱呀 现在轮到我约不上你了 见色忘友啊 什么色 宋小妮才不是色 谁叫他最近突然有这么多免费票 最多算见有忘友 两个女孩约了逛街 承宵来到了之前来过的家居服店 打开手机页面直奔柜台 我之前想找这一件的酒红色 有了吗 哦 现在有货了小姐 您稍等 夏至的表情变得奇怪起来 阴阳怪气不怀好意地戳戳他 酒红色 嘖嘖嘖 珊瑚粉怎么样 这不能是一号品吧 碗挺花呀 萧萧 承宵翻了个白眼 美好气地说 你这什么脑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售货员回来了 拿过来的是一套酒红色的瑜伽服 宽松的酒红色短袖里面 还有一件黑色打底 长裤是同款的酒红色 保守普通 还不是你 之前拉着我抱的健身房体验课 再不去就要过期了 下个星期不能再摆烂了 一起去听到没有 萧萧你身材这么好 买这样的多浪费啊 不然呢 瑜伽服不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 来来来 我来给你好好挑挑 夏至不愧曾经是个卖货主播 说出来的道理一套一套的 他自己不买 愣是给劝到别人买 两个女人逛街 就是互相坑害 在夏至夸得天花乱坠的语言中迷失 程萧最后买了另外一套余家服 这有时在家练一练 顾部长看着也赏心悦目啊 你个善变的女人 你不是挺不满她的吗 我是不喜欢她 但我不得为了我的好姐妹的幸福着想啊 顾南亭从健身房接回程萧便在她家落了脚 第二天叫醒他们的 是打雷 台风 电话和新闻 这风打得他们半夜就被吵醒 网络雨的窗缝塞毛巾 上午的航班大部分取消 标记延误的也没有新的出发时间 外面黑得不知道太阳出来了没有 半个小时后 鹿州机场关闭 顾南亭街打了几个电话 准备到前场去参与调度 程萧听着外面没有间断过的喇叭声 甚至最后来了警车声觉得不对劲 查了时事新闻 她家外面的大路倒了两棵树把路堵死了 她楼下的小路也像下瀑布一样烟了 好在她的车停在坡路上 应该没事 程萧搭蜡着说我错了 早知道你昨晚回去就好了 同样都是买房 她这个房子地段配套 确实不如北亭花园 工作还需继续努力啊 没事 谁都预料不到 今天本来就是江涛值班 其他能回去的的领导也都回去响应应急预案了 顾南亭打了电话说明情况 没事 你自己注意安全 谢谢江部长 鹿州有台风是经常的事 家里的屯粮够两个人过个几天都没有问题 台风天承销一个普通飞行员要忧心的事情比顾南亭这个副部长要少很多 吃了点干粮做早餐就说他要去睡回笼觉 说是睡觉 其实是穿一身宽松舒服的家居服 钻进被窝 手机和平板电量满格 追的剧也更新了 外面粒粒的大雨与他无关 屋内空调温度舒适 窗帘拉开明暗刚好 此刻 程潇觉得幸福感爆棚 顾南亭的笔记本电脑在车上没有拿下来 但程潇的电脑又没有安装他需要的系统 关心前场 即便下着暴雨 顾南亭还是打了把伞出去 把行李箱和电脑包都拿了回来 他这先下后上的老房子 撑伞来回也得示意大半 准备洗个澡 怕吵到他 轻手轻脚靠近程潇扮演着的房门想帮他关上 结果发现女孩背靠着叠起来的两个枕头在包具 白下他还怕吵到他 洗了澡洗了头 换上干净的衣服 顾南亭抱着个笔记本电脑 从左边掀开被子坐到床上 程潇友好的分他一个枕头垫着腰的位置 又拿了两个可以当靠枕的公仔过来 一人一个垫着背 几点了 他问 十点半 这么早 真好 因为起得早 这一天就被延长了 外面风声雨声 水滴打落在窗户玻璃上的白噪音让人放松又舒心 程潇见他带着工作过来 把原本的工放改成连接蓝牙耳机 调整姿势枕上男人的肩膀 无意间瞥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 一片红 预报几点能重开机场啊 十一点半风势会减弱 但估计今天也飞不玩挤压的航班 爱爱 领导加油 程潇没心没肺地鼓励了两句 又重新戴上耳机 两个人安静地没有说话 一个人包具 一个人工作 又过了一会儿 早餐消化得差不多 午餐的时间又没到 程潇下床去洗手间和厨房都转了一圈 带回来饮料和薯片 身边这个有洁癖的强迫症估计会很嫌弃 但管他的呢 这里是他家 饮料是他的 薯片是他的 床是他的 他也是他的 今天叠加的幸福感里 程潇真真切切感受到恋爱的感觉 什么也不用说 什么也不用做 光待在一起就很舒服的感觉 拆开薯片 第一片先塞到男人的嘴里 这样他就没有立场说他了 见他无奈又拿他没办法的样子 程潇笑得更加开心了 中午 雨变小 鹿州机场恢复30%通航能力 进港航班排队降落 顾南亭不再看运行数据 关机盖上电脑 搂过身边的女孩 他坐得比他靠下 搂过来以后 他的脸正好贴上他的头顶 昨天洗过的头发 跟他早上用的洗发露同一个味道 中午吃什么 你看着坐吧 反正冰箱里就那些 程潇的眼睛都没离开平板屏幕 心不在焉地硬道 他这个主人 还真的没有一点主人的自觉 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顾南亭拍拍他的头 轻轻脱开身来 到厨房去做饭 走之前 把没吃完的薯片拿走 程潇是闻着饭香出来的 吃人嘴短 狗腿又嘴甜地夸了一轮他的厨艺 身体力行参与光盘行动 视而不见逃过洗碗家务 雨还在下 栏路的大树早已经一开 小路的进水基本清除 但谁也没说谁要走 吃过饭 顾南亭待会要参加一个视频会议 他这里的装视频很多很满 除了走廊一面干净的白墙都没有 程潇无所适从地找了半天 很真诚地发问领导 您能不能贴墙站在走廊开摄像头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最后把餐桌后面墙上的装饰画卸了下来 凑出一面白墙 顾南亭工作了半天 程潇就摆烂了半天 下午 他决定发分图墙 但工作是真的一点也不想做 那就练一练昨天学到的瑜伽动作 换上瑜伽服 侧榜一根粗麻花辫 关上门在房间的地板上铺上垫子 自己跟着视频指导完成学着动作 傍晚 雨停了 鹿州机场恢复90%通航能力 今天的航班是取消了 明天雨过天青努力工作 努力的第一步 是他最嫌弃的早班机 刚吃过晚餐 程潇就催促过南亭回家 我要睡了要睡了 明天得起个一大早 几点 程潇给他看了看手机上7点15分的航班 你这要4点多走 我送你过去 不用 你回去吧 别等下我这里又烟了 那我不就更不应该走了 凌晨或许下雨你不好打车 我送你 程潇很犹豫 且不说影响他休息的问题 这种时间在航站楼遇到别人看见的话 很难解释 不过 凌晨应该不容易遇见熟人吧 一点贪图方便 加一点侥幸心理 程潇同意了 半夜抹黑爬起来一轮鸡飞狗跳 外头又下雨了 程潇干脆穿个便服出门 回航站楼再换 航站楼往来的车和人比想象的要多一些 昨天白天积压的航班大概是飞到现在还在飞 外头下雨 顾南亭便没有停出发层的过道 而是下了地下停车场 应他的要求在离电梯厅两条车道的位置 把他放下 你走吧 拜拜 程潇急匆匆下车 做贼心虚 你慢点 程潇已最快速度在后备箱拉了行李箱下来 还没走到电梯厅 就遇上了周少辉 有潇姐 男朋友送你来 他刚刚从后面看到程潇下车 什么车倒是没太留意 没有没有 网约车 网约车还进停车场了 周少辉怂怂间没有追问 他们还没走两步后面中气十足的贺大鹏边打招呼边 小跑着过来 早啊 这种坑爹的航班时间 贺大鹏倒是神清气爽 这个时间我甚至觉得还能说声晚安程潇没好气地说 我刚刚看到顾部长的车了 这个点他怎么在这里 程潇一机灵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是不是昨晚通宵才走 我听说昨天很多领导都没走 没发现程潇的心虚 周少辉还帮忙给顾南亭找了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程潇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 谈话间 他们离电梯厅还有一条车道 赶在一台车过来之前过了车道 还没进电梯厅就听到身后传来短促轻暗的喇叭声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 下一秒 立正站好 是领导的车 程潇傻了 他干嘛呀 周少辉和贺大鹏条件反射 开始低头整理一容一表 程潇也是 不是 他还没换制服泥 没有可以整理的 傻眼解决不了问题 定睛一看 隔着前挡风玻璃他手里 在示意着一个粉红色的什么东西 想起来了 是他刚才放在副驾驶座位下面 还湿着的伞 下车忘拿了 轰隆 外面的雷声大到地下一层都能听到 程潇依然倔强地想 这伞也不是非拿不可 余下两个人不知道过难停停车是什么意思 周少辉准备走过去问一问 程潇躲不过的抢先一步 在副驾驶位置降下来的车窗拿回伞 程潇善善地回来催促两个CPU转不过来的同事快走 他没什么好说的 他的CPU也转不过来 萧姐 网约车 从等电梯到上电梯 周少辉总算反问一句 程潇看完天花板又看地板 不应不答不知道 他不知道该应什么 沉默 是今天的陆航 还没到各自的准备室 迎面就碰上非一般的奇遇 程机长来了 你的伞针漂亮没话找话夸上两句 客仓部的交际花今天心情不错 好死不死 夸到重点了 周少辉在隔壁捅一刀网约车司机送的 啊 奇遇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雅弥 也没人打算跟他解释 程潇握紧伞柄上布丁狗的挂件 恨不得打死他 程潇到更衣室换制服 今天穿的是一件背心打底 露出肩上锁骨边的皮肤 很快又套上了衬衫 到他出发的时间阳光正好 一扫昨天的阴霾 顺利落地目的地城市 等候返城 夏至也在这个机组 还提醒他只带过难停的那个帖子更新了 程潇有好些日子 没上八卦裙和论坛贴了 他本身也没有特别热衷 能看就看 不能看也没所谓 既然说更新了一些顾难停的 那他有兴趣看看 从一个月前起 秘密论坛就有一个帖子 专门不点名地更新顾难停的八卦 说是不点名 懂得都懂 程潇一开始看还有些暗戳戳地害羞 往下波动 越看越不对劲 还没看完 都要生气了 前面是说他某一天回来 像是前一晚去哪里鬼混一样 还被抓了二次酒精测试 后面的风向就全变了 代购别找我 巨机长在法国买了不少护肤品 这么好的男人到底是谁在谈啊 潜水军 巨机长难道有什么受虐倾向 看他身上的 他女朋友好兄 我不是恋爱脑 巨机长之前出差升级房间 也是为了他吧 太浪漫了 谁咬我我咬谁都公然带着出公差了 有人拍到照片吗 隔壁屯的我有朋友见过 但不认识也没拍 说是蛮矮的甜甜圈啊 我的男神居然在被其他女人欺凌 低头45度最帅 女人何苦为难男人 伤痕累累的一生 谁偷了我的番茄炒蛋 一定要把那个女人挖出来 小白 机长桌上的 自行议会我还能继续写 全天下最好的老板 大耳狗 她们居然在说我 也不看看 承消一个激动就要说漏嘴 还好下至及时捂住她的嘴巴 其他人听到声音看过来 但不知道她们在讨论什么 萧萧你冷静 某种程度上 大家也是在夸你啊 羡慕你啊对吧 我谢谢你啊 这还有一个说我矮的呢 小点声小点声 萧萧气萧萧气 说什么备受欺凌伤痕累累的 也不看看我 程萧尽声算了 这种事情就不分享了 不是说互联网没有记忆吗 她明明想偷偷的 怎么生活到处是监控啊 说起监控 萧姐 疼疼疼疼疼 回到陆州 程萧就在休息室里找到了同样也刚回来的周少辉 将她滴溜到茶水间 逼供 说 那只大尔狗是不是你传上去的 大尔狗 什么大尔狗 传哪里去 论坛里个个都是隐身马甲 程萧有气没处撒 只有这新传上来的大尔狗 她能摸到点眉目 早上周少辉和贺大鹏都见到她那把伞了 有同系列的布丁狗挂件 大鹏还没回来 那就只能先挑只软柿子捏 周少辉一问三连 清澈愚蠢 看来不是她 没事了 你走吧 周少辉摸了摸自己被她掐着肉滴溜过来的手臂 被掐的地方都红了 嘀咕道 顾部长也太惨了 程萧又回过头来 大尔狗确实不是周少辉上传的 但她确实也看过帖子 猜到是程萧了 谁暴雨的凌晨没事来送鸡呀 还都穿着便服 没个解释 货运部都是铁杆兄弟 她拍胸脯保证 绝不告诉其他人 小姐 你这是啊 我猜不止我能猜到 劝你好好给自己洗洗板 不然以后公开的时候 回旋标全打你身上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 怎么都知道了似的 程萧不解 她自问隐瞒得挺好的 除了今天心存侥幸暴露了 其他时间她在公司都正正常常的 怎么这漏风的洞越来越大 小姐 您是什么都没说周少辉拍拍她的肩膀 可顾部长的状态 则则则 公司现在谁不知道她有女朋友啊 这个人就对她来说 我呢 我呢 就不信 我呢 我的 你呢 就是 感谢观看